姐姐当中 谁是工作人员最害怕的人 最害怕的人 3 2 1 请出场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雨琪呢 雨琪 因为有你在 不可能 工作人员最怕雨琪 所以你帮我倒了 这样 你知道孟佳为什么最后出来吗 因为她怕 又爱一美工作人员又怕她 我真的百分之千拱雨琪出来 真的大家都怕她 但是就是因为有了你在 所以我也就显得那么的可爱 3 2 1的最后的危难时刻 静静听到隔壁没有动静 救了大家 勇敢地出来 是不是 我爱你 特别棒 怎么敢吹牛呢 其实我跟大家处得特别好 是不是 真的 你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帮她作证了 是的 是的是的是不能成功 是的 真的就是因为感情到了这么深厚的程度 所以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 是的 跟别的台我们都可乖巧了 都温婉着呢 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了 请各位进去 最后一题 看能不能赢得第四分 各位 我们团魂 团魂 好的 好 最狠的一题来了 姐姐当中 谁的感情经历最坎坷 好 2 1 3 2 1 3 2 1 1 1 2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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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要走出来的 第一个出来是静静 第二个冲出来是可为 第三个才是雨淇 你为什么心里不能说实物呢 因为所有的新闻都是这么写我的 虽然我没有感觉 但是他们都是这样写我的 我也就慢慢的觉得好像是这样的 被洗脑了 但是朋友们 你们一定姐姐们你们回头看播出 一定要看静静出来的那个状态 很骄傲 大红靴子一下就伸出来了 一步并做三步 差点走到了台下 有那几步走得相当稳健 一点都不坎坷 虽然最坎坷 但是I don't care 但是I don't care 你为什么那么自信这题是你 尤其是在有我在的情况下面 我发现了 我们四十家的女的都快年过半百了 还没带感情经历 真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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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必须走出来 这个解题思路非常好 是不是 她坎坷当作一个中性词 对 不见得是坏事也不见得是好事 我们刚才是按照年纪的那个顺序出场的 是 那大家这样 如果待会我们有这道题 谁别跟我抢 好吧 那我把我放哪里 我要去哪里 对 我把我来看 你为了我 我看Sing 姐 如果她那个脸可以直接飞起来 我可以拼一拼那样